今天我觉得应该是中国最高规格的 这个party的这个模式了吧 所以基本上我也用我最高规格的这个造型书 这个不好说 不过我觉得风生对我一个算是电影界的新人来说 已经是个非常好的起步了 我后面会再接再临 有一点遗憾吧 我争取如果有前传的话 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公司高层今天那个钟雷哥也有来 可以直接问钟雷哥 接下来我马上12月份有两部电影要上 到时候会有会有发布会 大家就会知道了 有一个是个民初的钢琴钢琴老师 然后另外一个是 寻找刘三姐是海外的音乐家ABC 我真的还不清楚 我还不清楚 可能高层再考虑吧 谢谢 我有听说 我昨天活动还碰到他 他现在是GQman 所以 我觉得如果环珠可以被大家认为是个经典 愿意重新来翻拍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荣幸 对 我想琼瑶琼瑶老师也会很高兴 这个我就 我不是很辛苦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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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